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海上托航损害赔偿责任归属 从内部外部关系谈起 海上托航损害赔偿责任问题 我们准备从承托方与被托方之间的内部关系 以及承托方被托方与第三方之间的这样一个外部关系 分别予于讨论 我们先来看一下承托方和被托方之间的损害赔偿责任 通常承托方与被托方之间的损害赔偿责任 一般是属于违约责任 适用于违约责任的一般规定 但是也可能存在侵权责任 我们国家海商法第162条规定 在海上托航过程中 承托方或者被托方遭受的损失 由一方的过失造成的 由过失的一方应当承担责任 由双方过失造成的 双方按照各自过失程度的比例负赔偿责任 因此从这个条文的措辞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赔偿责任是违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 是要应当结合托航和龙的条款和个案的具体情况 综合加以分析来认定的 但是由于海上托航合同的规则原则的上述规定 是非强制性的 各国家的法律 允许海上托航合同当事方自由协商 约定具体的免责事由 而且目前还没有一个国际公约 对于海上托航加以约束 因此实践当中承托方的责任要比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承议人的责任低 例如有的托航合同格式条款就明确规定 对被托物的损失或者对第三方遭受的一切损失 即使是由于托船所有人或托船船员 引航员他们的过失 或者由于托船设备缺陷导致的赔偿责任 也仍然是由被托方承担 我们国家海上法在起草当中就考虑到实践的这种情况 以及公平性和合理性的问题 在承托方和被托方的赔偿责任问题上 我们实行的是过错责任原则 并且在第162条第23款规定了有限的免责事项 也就是说托轮船长船员 银行员或者承托方的其他受贡人代理人 在驾驶托轮或者管理托轮当中的过失 以及托轮在海上救助或者企图救助人命 或者财产时的过失造成被托方损失的 承托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承托方 被托方与第三方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损害赔偿责任 承托方或者被托方对第三方的损害赔偿责任属于侵权责任 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的一般规定 但是在实践当中第三方很难举证损害到底是由承托方 还是被托方的过失造成的 因此为了保护第三方的利益 我们国家海商法第163条就规定 把承托方与被托方视为一方对第三方承担连责任 除合同利用规定外 一方连责支付的赔偿超过其应当承担的比例的 对另一方是有最长权的 那么这里就引申出了一个问题 考虑到海市赔偿责任限制 这个内容我们将在后面来进行讨论 托航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如何承担对第三方的连带责任呢 在1957年传播所有人责任限制公约当中规定 只有在驾驶传播或者管理传播的疏忽过失 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呢 传播所有人才有权限制赔偿责任 并且呢是按照托船与被托船的吨位叠加计算责任限额 也就是说因为托船驾驶传播或者管理传播的过失 导致被托船与第三方发生碰撞的 造成第三船的这个损失 托船所有人的赔偿责任限额 是以托船和被托船的吨位合计来计算 之后在1976年海事培养责任限制公约当中规定 赔偿责任的权利主体呢 不再仅仅限于托船的传播所有人 驾驶传播或者管理传播的过失 所导致的损害 即使传播所有人有过失 但是只要不是故意的 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损害 而精算的作为或不作为的 都是可以享受责任限制 并且损害应当是直接与船舶操纵有关的 而不再强调因果关系 那托船在整个托代作业过程当中 造成第三方损害 不论是托船的过失 或者是被托船的过失 或者双方都互有过失 也不论船员呢 是在托轮上指挥 还是在被托船上指挥 那么托船所有人的这个责任限额呢 都是以托船的吨位来计算限额 而无需再考虑被托船的这个传播吨位 另外呢 根据我们国家海商法第163条的规令 不论是承托方 被托方单方过失 还是双方共同过失 导致第三方人身伤亡 或者财产损失的 承托方和被托方是均承担连带责任 所以如果第三方向承托方单独请求损害赔偿 承托方是可以按照海商法第11章的规定呢 在其责任限额内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第三人是向被托方单独请求赔偿的 而被托物呢 又是海商法意义上的传播 那么被托方也是有权按照海商法第11章的规定呢 在其责任限额内承担连带责任 那如果这个被托物不是我们海商法意义上的传播 那么当然被托方就无权享受责任限制 如果这个第三方呢 是把这个承托方和被托方作为共同被告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承托方和被托方是否可以享受责任限制 以及如何确定其责任限制的 传播吨位的数量等等 对此呢 我们海商法是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的 希望将来我们在修改海商法的时候呢 能够对这个问题予以解决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同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